哈囉大家好,我是PFY 好久不見啦各位 來,我們昨天看完最噁心的測速甩子 來到了70萬傷害 那在下面有蠻多觀眾說 如果是配上時間暗殺隊會怎麼樣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唄 我還是換回來我自己好了,快聽不下去了 他整個非常非常的尷尬 沒關係,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首先我們這次還是用時殺隊 但是時殺隊本身在用的時候 就一定不能配光金 一定是要配上等離子 如果不是配等離子的光金劍的話 時殺隊其實很難殺起來的 那這個情況下呢 時殺的暗殺會少很多很多很多 那在這個情況下 原本這個狙擊 測速配月亮配鎖骰 這時候還搭配的最後一顆就是咱們的破防 對,破防我這個時候只能選擇把一個東西拿掉 可是唯一能拿掉的大概就是破防骰吧 破防骰拿掉換成成長骰 這樣才有機會讓星數都到七星 因為時殺的基本上是一定要七星 所以說如果今天真的要搞上去的話 要把小丑拿掉,把小丑換成破防 把他換成成長 把小丑換成成長 然後把成長的骰骰破防可能會到更好 可是那就非常非常的難玩 而且我覺得應該也不會到強到哪裡去 或是說到一個很長的很遠很遠的境界 所以說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在沒有軍獵的破防情況下 血量是到了29萬多啦 還是還是非常的痛 而且還搭配著時間 七星時間 現在對面的七星時間總共有四顆 那這個時候基本上 我這邊配到七星月的話是滿速啦 但是如果沒有七星月的話速度應該是沒有滿起來的 那這時候就比較了 到底是軍獵的三倍傷害痛呢? 還是滿速的傷害痛 這時候很像有那麼一點難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應該還是月亮會過分的那麼一點點 但是雖然說 滿速會那麼過分 雖然說滿速過分 但是因為兩邊都要保的關係 所以會間接導致他可能不太那麼的穩定 我覺得這資源基本上已經弄到極限了 要再搞上去的話 就是把這邊把小丑換成軍獵 然後呢剩下就完完全全拼運氣了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配軍獵的話 沒有小丑是完完全全不能去移動他的位子的 對完完全全要丟給命運 交給命運去決定說 我的隊伍我的陣型是要怎麼排 如果今天有小丑雖然說沒有交換 但是我至少可以靠著小丑去決定說 我這一顆要什麼骰子 才可以讓場面最好 好啦只不過呢 我們也輾過了第55回合啦 現在到第58關 這時候呢還是秒殺的狀況 所以說他傷害其實也不低嘛對不對 雖然說我這邊暴擊只能到二十幾萬啦 但是還是滿香的 然後我的鎖骰等級就還好了 反正我四星基本上也是可以滿速給他鎖骰 不用到滿速 反正我只要鎖住 一出來鎖住之後 我的傷害就給他來到最高 然後鎖通常可以鎖五秒啦 但是第二隻是屍亡 沒有辦法給他處理掉 那是因為對面的星星只剩下一顆了 對他七星只剩一顆的話 反而導致把場面有那麼一點慘 因為畢竟我覺得至少要到兩顆 我覺得才可以 那就看他的生長有沒有辦法長上去 沒有 都長成成長了 我的天 我的天 那這個狀況雖然看起來還是很壯觀 暴擊這邊只有寫六二多耶 我覺得他暴擊真的是怪怪 你知道嗎 他應該是被那個鐵閃給 不是鐵閃 那個鎖骰給覆蓋掉了 不然正常傷害的話 只要一鎖住應該是打二十幾萬的才對啦 而第六十一回合 我們來看一下咱們的哀王傷害 跳到了二十五萬多 好我們這邊 他為什麼跳二十萬多 剛剛不是二十九萬嗎 還是因為七星 其實也沒有什麼關係啊 應該傷害都一樣才對啊 可能是剛剛是三星的在跳吧 誰知道他跳得怎麼樣 現在是二十五萬多啦 還差一點點 不然就是速度 可是速度都是歸零的啊 所以基本上應該傷害會是一樣的才對 那這一波下去 對面只有一顆七星的時間 反而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應該說糟透了 真的糟透了 那對面現在還在想辦法去往上合成 這個時候高星和高星的 雖然有機會拿弄成一個小手 或是七星時間 但是其實高星和高星蠻浪費的 如果他今天不是生長的話 去複製生長 去複製生長會比較便宜一點 如果高星的高星的話 那個錢等於是五星和五星 等於是變成一個六星 但是浪費掉一個五星 但是如果今天是生長的話 我只要去複製過去就好了 我的五星還在 可以免費直接上升一星 然後這一波擋住了 剛剛的是 擋住什麼東西啊 擋住什麼東西 然後被放了一個降星 現在降星下去還蠻危險的就對了 然後這隻蛇王已經結束了 這邊應該就量到了 因為畢竟他在鎖的那五秒 沒有把那隻王給處理掉 基本上就已經是沒了啦 因為傷害就會少了6.5倍 這邊可以 我這邊等級沒有上去啦 不過他是1234 所以他的車速才是12等 所以總共他的速度增加的附加傷害是6.5% 所以是100%的話總共是650倍 650倍加原本的是7.5倍 7.5倍的傷害 好最後到63回了 168張卡片 但是我覺得壓力更大 我又不如還是配軍列好 就算今天我把小組換軍列的話 那個壓力又更大 資源基本上已經弄到緊繃了 你知道嗎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一個小小的bonus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把它配上一個極速緩速流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對就是那個傳說中的流程啊 不過這是我自己在直播上面PO的 所以我的傷害可能沒有像隔壁這麼的噁心到20幾萬 就算我今天給他到領的話 我的傷害只有到十幾萬而已 畢竟我的爆傷也沒有到那麼高 我的月亮也沒有到七星就對了 但是 簡單的說 不行 完完全全不行 對就是配盾牌 然後配上流程讓傷害變高 然後再搭配一個暴風雪 讓傷害到極致的緩 不過就算極致的緩好了 也比不上一個盾牌 比不上一個鎖散 所以說這個流程這個暴風雪在這裡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用的 雖然說我這裡盾牌很多 但是變相的會導致我的攻擊實在變少 所以其實沒有一點好 對真的沒有一點好 所以反而不如不要用盾牌 雖然說盾牌可以讓鎖 不能說讓鎖重複啦 但是可以多擋幾次而已 就這樣 但是我要擋的是王而不是小兵 那今天如果我沒有一開始就壓住王 讓傷害拉到最高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會變相的被放到技能呢 而且我用了地圖呢 不能用光靈鏡 欸不是用光靈鏡 還是用了勇士競技場 也或是冰圖 可是冰圖的話可能會反而更不穩 但是勇士競技場可能是那一段時 那一段 那個中段我的傷害會提高到50% 可是 現在這個遊戲有最高限速的 最高 最低限速 不是最高限速最低限速 所以說其實怎樣都不好 對都不好都不好 好啦那我們來看一下對面 對面在 欸這一波王下去 在沒有任何緩速的情況下 可以打到4萬多 然後又讓他停下來的話 傷害可以到10萬拉 但是就僅此於此 什麼都沒拉 好我這邊有瘋王 我這邊瘋王也打不死 我的哀王 又把我的五星 五星狙擊有吃到月亮的 給他弄掉 現在我下面的五星 不是狙擊啦 我一直講狙擊耶 五星測速旁邊是沒有任何月亮 因為被鎖起來的月亮就不會觸發了 以前我記得是會 但是在某一隻改版裡面 就不會了 被封印的輔助骰子 是不會提供任何效果的 好啦接下來我的傷害都沒有了 雖然說我的傷害 雖然說我還有一顆4星閃 然後對方的速度緩到一個極限 但是沒有 真的不夠 真的不夠啊 天啊這個打下去暴擊有到25800耶 這一瞬間 但是就這樣而已 對就這樣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不是讓他停下來 我覺得就是未來會出現 讓協同加速的骰子 對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與其 與其出一個讓協同加速的骰子 不如出一個讓協同加速的按鈕好了 加速按鈕不用加傷害沒關係 你就讓協同加速嘛對不對 不然的話我今天協同要加速 只能用這一對來衝 等於是不就變成像說 我要速刷就是用這一對嗎對不對 我覺得反而不好 對如果今天他要出這個骰子的話 我覺得不如是出一個按鈕會好一點點啊 那這一波下去應該是涼掉啦 兩邊都沒有意義了 現在到第39回合 全部被鎖了 沒了 然後全部被鎖全部被害 那要怎麼玩 我怎麼會解鎖這樣 等一下 欸 好39回合72張卡片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祝我們在愚人節快樂 我是PFI的福兒 那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酸我不常出現就是 酸我不常出現就是 酸我不常出現就是